大家认真的来听着介绍是更加了解台湾故事 南投市在地官缸工厂在经历八年时间研究以后 正式成立湾岛文化馆 结合各式艺术等设备 让游客大开眼界 还蛮有教学效果的 我觉得很适合小朋友啦 湾岛文化馆是一个以原住民观点为出发点的文化馆 并融合网路科技 让大家以有趣好玩的方式 深入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是相当有意义 住的董事长吴于瑞董事长 他经过历十八年十年的研究 觉得台湾的最早先名是从 南岛文化是从台湾开始的 然后台湾最早的先名是从那一来 又要孕育出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然后台湾的史前文化勇气 能在这边精彩的呈现 除了可以学习历史 文化馆也打造24公尺电影院互动式体验 让大家可以像在海底一样悠游 家长若是带着小朋友来 一定可以有很好的回忆 那我们里面最多最有特色的 就是我们24公尺长的巨型荧幕 然后里面是一个仿沙滩的电影院 大家可以席地而坐 然后来观赏我们吴于瑞董事长 亲自拍摄的一个台湾的勇气的故事 我们还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区 里面会让你沉浸到海底世界一样 然后可以体验到水母鲨鱼鱼鱿鱿鱼 跟围绕在身边的感觉 然后也欢迎大家亲自一起来同乐 一起来享受我们南岛文化馆 带给大家的一种不同的感受 馆内总共有19个展区 每一个都相当精彩 欢迎民众在有空的时候 可以前来游玩 记者刘卫婷 能到现在赵文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